六十岁资深歌手叶欢 当年凭着一首《谁在秋天捡到我的心》 一举夺下金曲奖最佳单曲的殊荣 才貌兼备的他还被封为戏职歌后 随后转往影剧圈发展的他 表现也十分亮眼 近年在民視大剧《春花望路黄金岁月》中的精湛演出 让不少观众印象深刻 据了解 当时在拍完《春花》后 叶欢突然休息了好长一段时间 鲜少在荧光幕上露面 让观众相当不舍 直到某次难得的受访中 他终于分享了目前自在惬意隐居山林的生活 说着说着还透露了让许多人好奇不已的未婚原因 据《自由时报》报道 叶欢坦言 自从拍完民視八点档《春花望路》后 便决定让自己好好休息 将生活的重心放在了上课进修 上教会以及照顾母亲之上 平日的生活相对简单 独自住在山上的他什么都自己来 能很好的打理一切 也非常满意目前温馨的小日子 还笑说 很多朋友现在都被老公和孩子惹得很生气 但我能享受到别人享受不到的生活 这样过得很好啊 至于大家一直很关心的感情生活 叶欢表示 年过半百的他早已看得很开 一来是因为年纪的关系 身边朋友大多数都结婚了 心想算了不要白费力气 二来是我不喜欢太过刻意的安排 例如跟人吃饭 相亲等活动 虽然朋友都认为这样交不到男朋友 但我觉得无所谓 事实上 保养得意的夜欢 也从不担心自己会嫁不出去 还自豪的说 在感情方面并非没人追求 反而是他没有接受 还透露曾有一位小12岁的男生热烈追求 但老大不小的夜欢 因担心两人可能无法顺利缠子 最终选择玩具 虽然对感情十分淡然 但夜欢也没把话说死 强调若未来真的遇到对的人 也不会排斥结婚 还分享了自己对于另一半的条件 希望要是基督徒 有共同的信仰 如果他很爱神的话 我看到就会流口水 真的好喜欢夜欢撒脱又自在的性格 虽然也很期待他重返荧光幕的那天 但看到夜欢如今生活甜 但愜意还是很替他感到开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